國民黨總統初選民調今天正式展開 但台北市長柯文哲的幕僚 前國民黨立委李嘉靖的兒子李靖穎 卻在網路上發文 有韓不投 非韓投鍋 甚至大酸韓國瑜 老婆女兒比他還想選 遭外界質疑柯文哲透過幕僚 影響藍營初選 而柯皮也親自澄清 強調絕對沒有帶風向 幕僚有漢自己報備 但是誰寫的 誰負責 2 1 台北NPO製作 正式啟用 台北NPO聚落正式啟用 柯文哲袖正機 但身旁幕僚公開發文 影響國民黨初選 他是市長市主任研究員 前國民黨立委李嘉靖兒子 PTT發文 自曾藍底香白旗正二代 預言韓國瑜將大勝國民黨初選 說自己很簡單 不想韓國瑜當總統 更酸老婆女兒比老子還想選 號召所有人讓郭台銘 擋住韓國瑜 正逢國民黨總統初選 民調旗炮 柯文哲遭質疑干涉藍營內戰 不會啦 通常我們都是被帶風向 我們也沒有去帶什麼風向 不過這樣啦 他每個人有每個人的想法 你也沒有 你也沒有辦法禁止他 說你不能寫 欸 你們應該去問他 怎麼會問我呢 他誰寫的誰負責 回應難掩怒氣 先前台北上海雙城論壇 柯市府公開直播烏龍 傳出柯文哲震怒自己不知情 標罵負責幕僚之一的李金穎 一個禮拜都別來 但民進黨操作藍營初選 非韓不投 柯P在轟藍綠陣營 自清沒帶風向 但被視為2020總統熱門人選 柯文哲默許幕僚PO文 依舊被放大解讀 介紹武祥林凱鈞 台北大